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钱没人卖的普通人 那么如何才能白手起家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钱人呢 有一句话很经典 世界人的钱在美国人的口袋里 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犹太人被誉为世界第一商人 对他们来说赚钱并不难 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不妨跟犹太人学一学如何赚钱 为钱走四方是犹太人天生的特性 他们不仅自己天马行空 四处奔忙返进迈出 而且还鼓励别人这么做 因为犹太人长期没有国家 这是他们生来就是世界公民 犹太商人没有固定的市场 这是他们生来就是世界商人 犹太商人声东击西 转战南北合纵连横 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大大小小的贸易 只要和犹太人做生意 谁都是他们的朋友 做生意需要为钱走四方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 商业活动更应该以全球为市场配置资源 做四方的生意 转八方的钱财 不断寻求新的市场和转移市场重心 如进军国际市场 在全球背景下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或者从竞争激烈的市场 向竞争温和的市场转移 78比22法则是一个自然法则 类似于我们现在常说的二八定律 如服饰 餐饮 建筑 珠宝 药物 等22%的行业 基本上占了约78%的生活消费 因此 犹太商人的传统经营领域 大多集中在餐饮 服饰 珠宝 建筑 药物等方面 尤其集中在妇女和儿童用品上 男人挣了这个世界78%的钱 女人则消费了这个世界78%的钱 78比22法则在营销中普遍存在 如22%的客户 创造了企业78%的利润 22%的产品是企业的核心产品等等 因此 在商业营销活动中 应该实施大客户营销战略 以客户价值为基础 把握重点产品和重点客户 从而提升营销的效率与效益 犹太商人认为 要想赚钱 就必须瞄准女性市场 因为男人赚钱 女人花钱 男人的兴趣根本不在 保管与使用金钱上 而是在赚钱上 保管与使用都是女人的事 现实生活确实如此 不光是采购钻石 珠宝 金银 服装等饰品是女性的事 家庭食品 用品也大多有女性操持 所以 更多重视女性市场 为女性服务 是获取成功的一条重要路径 因此 企业营销人员应该了解 女性的消费动向 紧跟女性的兴趣变化 适应女性的时尚情节 满足女性的消费偏好 分析女性的爱美追求 打造产品的新潮卖点 全心全意为女性服务 犹太人认为经商过程中 应注重瞄准人们的嘴巴 做嘴巴生意 也就是同吃有关的生意 小而言之 犹太人主张经营生鲜超市 酒店 杂货店 粮油店 点心铺及水果店等 因为做这些生意 赚钱的概率会大一些 大而言之 犹太人主张开饭店 酒吧 夜总会等 犹太人甚至认为 做嘴巴的生意 连毒药在内也会赚钱 营销也需要围绕嘴巴服务 因为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吃也在与时俱进 消费者不满的地方就存在需求 只有满足大众基本需求的产品 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 犹太人认为赚钱是天经地义 最自然不过的事 如果能赚到的钱不赚 那简直就是对钱犯了罪 要遭到上帝的惩罚 犹太商人赚钱强调以智取胜 用脑去赚钱 因为智慧是能赚到钱的智慧 也就是说 能赚钱方为真智慧 这样一来 金钱成了智慧的尺度 智慧只有化入金钱中 才是活的智慧 钱只有化入智慧之后 才是活的钱 商业营销也需要用脑去思考 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如消费者的怀旧情节 消费者渴望不朽 消费者的权力支配欲望 消费者的好奇 恐惧 不安心理等等 需要关注消费者的情感需要 关注营销利益相关者 如影响者 决策者 使用者等等 使消费者的价值得到确认 满足消费者的自尊 使消费者的创造性释放等等 需要不断创新 无论是产品 价格 渠道 还是促销 创新都是必然的 如发现市场机会 引导和创造市场需求 优化渠道组合 寻找战略终端等等 财富是赚来的 而不是靠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 立足于赚 是犹太商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商业营销活动的高回报 需要高投入 开源是根本 如维系客户的同时 去开拓新的客户 进行有影响力的传播 通过事件策划 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等等 当然 也需要节流 在营销活动过程中 强调效率和效益 一方面要防止浪费 另一方面要打造营销生态系统 与和谐营销 犹太人经商格言中 有一句叫误盗窃时间 这句格言既是关于赚钱的格言 又是犹太人经商礼貌的格言 所谓误盗窃时间 是告诉犹太人不得妨碍他人的时间 在犹太人看 时间就是生活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还是金钱 它的另一层意义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抢占商机 在当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 快鱼吃慢鱼是普遍现象 因此 企业需要快速反馈 争取竞争的主动权 以变质变 不断进行动态调整 商场是个机会均等的地方 在相同的条件之下 谁能集约足先登 抢占先机 先发制人 那么谁就能稳操胜券了 在商业活动中 同样需要不断分析市场资讯 靠信息抢占先机 快速制胜 如需要对宏观环境 向政策 法律 自然 科技 政治等进行分析 需要获取竞争情报 需要快速出击 把握市场机会 需要对竞争者和消费者进行分析 获取相应的资讯 从而快速行动 抢占先机 犹太人在经商中最注重契约 在全世界商界中 犹太商人的重信守约是有口皆碑的 犹太人一经签订契约 不论发生任何问题 绝不会约 他们认为契约是上帝的约定 犹太人由于普遍重信守约 相互之间做生意时经常连合同也不需要 口头的允诺也有足够的约束力 因为神听得见 犹太人信守合约几乎可以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在做生意时 犹太人从来都是丝毫不让 分离必转 但若是在契约面前 他们纵使吃大亏也要绝对遵守 犹太人从来都不毁约 但他们却常常在不改变契约的前提下 巧妙地变通契约为自己所用 因为在商场上 在犹太人看来关键问题不在于道德不道德 而在于合法不合法 在商业营销活动中 同样需要诚信营销 遵守游戏规则 与营销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 用真诚去打动顾客 以诚信为根本 犹太经济学家威廉利格逊说过 一切都是可以借的 可以借资金 借人才 借技术 借智慧 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所需要的资源 你所要做的仅仅是把它们收集起来 运用智慧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 做生意同样需要整合资源 无论是营销传播还是价值链管理 均需要整合资源和借势 如事件策划需要借势 品牌打造需要借势 终端促销需要借势 营销传播同样也需要借势等等 犹太人认为经商应该尽量多看几步 你能够想到的未来发展情况有多远 那你的成功就有多远 脚不能到达的眼要到达 眼不能到达的心要到达 企业发展同样需要战略眼光 避免营销近视症 无论是渠道选择还是终端的设计 均需要战略思维 结合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行业发展趋势 才能引导和创造市场需求 有一个在犹太人中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 有人把一个橙子给了两个孩子 于是这两个孩子便为了如何分这个橙子而争执起来 此时那个人就提出一个建议 由一个孩子负责切橙子 而另一个孩子先选橙子 结果两个孩子各自取了一半橙子 高高兴兴回家了 第一个孩子回到家 就把果肉挖出扔掉 橙子皮留下来磨碎 混在面粉里烤蛋糕吃 另一个孩子把果肉放到榨汁机里打果汁喝 把皮包掉扔进垃圾桶 从上面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两个孩子各自得到了看似公平的结果 可是他们却没有物尽其用 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益 这说明他们在事先没有声明各自的利益所在 没有进行沟通与谈判 从而导致了盲目追求形式上和立场上的公平 结果双方的利益并未在谈判中达到最大化 商业活动中要面临许多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应该加强沟通 通过沟通创造价值 达到双赢的结局 如通过与消费者的沟通 从而明确其需求是什么 通过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和谈判 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 通过加强内部的沟通和谈判 从而塑造良好的氛围等等 沟通从新开始 谈判创造价值 总之 犹太人的经商理念需要去分析和洞察 其思维方式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 正如美国人所说 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 金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因为营销的关键是将客户的钱 从他的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口袋 并将产品和企业的思想 装进客户的脑袋 不仅要找出你的客户和接触你的客户 还要说服你的客户和服务好你的客户 不仅要气势还要攻心 从而全方位地创造良好的顾客感受 使顾客感动和联想 进而激发购买欲望